近日 上海一位88歲的老人 通過異定監護的方式 將價值300萬的房產 送給鄰居水果灘攤主小遊 此事迅速在網上引起熱議 老人和水果灘主相識很久了 每天他都會來到水果灘度過閒暇時光 兩家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和一家人沒什麼分別 攤主的女兒可以說是老人的精神寄託 看著孩子一點點長大 是老人最開心的事了 一日三餐 三年 三年多了 一日三餐 一定沒讓他吃飽的 我就說再忙 我來中午要回來燒飯 當老人的親戚得知 老人將要把價值300萬的房子 贈送給一個毫無血緣關係的陌生人時 他們提出了質疑 一邊是有血緣關係的妹妹 一邊是朝夕相處 親如一家的水果灘主 老人在2017年做出了決定 他身後要把房子送給水果灘主小油 當時那麼老人他能夠自己完全的 準確地表達出他自己的意思和想法 那麼符合我們公正 辦理這個公正的一個基本的要求 房子送給非親非故的人 當老人的決定在網絡引發熱議之時 異定監護這個詞走入了人們的視野 那我相信其實老爺子這麼做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 因為這麼大一筆財產 一個房產它不是一萬塊錢兩萬塊錢 對吧 他有自己的親戚有自己的親屬 為什麼不把房產給到親屬 我們這種血緣關係 並不是說你一定要繼承房產的唯一的理由 按照我們法律規定來講說我們人去世之後 有第一順位繼承人有我們的父母配偶和子女 對吧如果沒有第一順位繼承人之後 還有第二順位繼承人 那很多人就會覺得說那好吧 我是法定繼承人對吧 不管你有沒有遺囑去世之後 我都可以按照法律規定直接來繼承你的財產 那麼很多人就會覺得那我不擅扬你也OK啊 對吧我也可以去繼承 從我們法律來講擅扬老人士作為子女的義務 明年馬上實施的民法典第33條 就進一步予以明確了 一天監護呢就是指具備民日行為能力的成年人 在有意識能力的時候為自己選定監護人 並將自己的身體照料啊財產啊處置啊等相關事宜委託給監護人 那麼在有一天自己喪失意識能力的時候 由監護人按照他們相關的約定來履行監護 用意識能力的成年來就注意這樣